魔性班唱将隐形的翅膀变成钢铁之翼 让摇滚般小方变身草原女汉子 白丝与红颜相去之之间 这里是娱乐迷闻 于哥今天带你倾听腾格尔老师的神级班唱 天堂被调侃无数次后 作为原唱的腾格尔向乐坛重拳出击 用他那独特的嗓音血细话语乐坛 被网友们尊称为悔歌之神 翻唱的歌曲不仅魔性 还让他迎来了音乐生涯的高光时刻 在某节目中张绍涵用摇滚方式 翻唱了腾格尔的代表作《天堂》 明面上腾格尔双手给对方点赞 暗地里却悄悄琢磨隐形的翅膀 不仅改变了歌曲节奏类型 还加入雷鬼曲风与摇滚结合 让隐形的翅膀瞬间升级为钢铁之翼 我知道我一直忧伤隐形的翅膀 带我回回向希望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放 居住的年轻人心都善良 台下的张绍涵都听愣了 想必他觉得腾格尔唱的是隐形的螺旋奖 放下包袱后的腾格尔彻底放飞自火 又看上了百变天后才艺领的代表作 在某跨年晚会上 汤格尔穿上画面号 翻唱了日不落 直接把骑士守护爱情的桥团 并成百万士兵举着长矛 向天再接五百年的故事 网友们觉得自己听出了浓浓威胁 草原上的太阳都吓得不敢落下山 如果说日不落也行为太重 那三十六级让人听完只想作为上级 这熟悉的腾式唱法再次让人忘记原唱 看腾格尔在台上如此网火 我们只能助蔡依林能够天天开心 腾格尔的翻唱事业越发红火 作为音乐鬼才的大张伟 决定和腾大爷合作一回 把上过春晚的倍儿爽拿出来 可以将这首歌泡进草原的马修 腾格尔一嗓子吼上去 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马修纷纷开始工作 无论歌曲原本的曲风如何 经过腾格尔的演绎 总有种草原奔驰的即逝感 去年爆火的拉斯的档次很魔性 是不是 听完腾格尔的版本你会觉得更魔性 身穿豹文大衣 手带金戒指 再加上洗脑的旋律 如果说五百的声音能把你带进台北 那腾格尔的声音则能带你驰骋草原 对于这种释放天性的魔音亮丧 很多歌手抱着自己的歌曲瑟瑟发抖 但也有人主动联系腾格尔老师 他就是九零后唱作新人穆小雅 那首可能否在网上也是红级一诗 可能我中了能想才会回头吧 可能我将了风后才会死心吧 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回吧 可能我还没遇见 那个他吧 歌曲发出后被大家评为史上最大反差梦级别的翻唱 心脑程度不避免金戈 除了霍霍流行音乐 上点岁数的歌也没能幸免于难 比如那首经典的小方 谢谢你 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 我不忘怀 谢谢你 给我的文章 帮我渡过拉米连带 这首民谣常在了一代人的暗恋往事 腾格尔直接把小方唱进了内蒙古大草原 经过长时间的摧残 这位梦中情人如今变成离异带撒孩子的单亲妈妈 玩玩闹购回归正题 腾格尔近几年虽然以魔性翻唱出名 但人家依旧是国家队的大佬 腾格尔老师也表示过 自己在演唱时并没有故意搞笑 而是在享受音乐 只能说艺术家早已知高 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都能拿捏住 你最喜欢腾格尔翻唱的哪首歌曲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